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内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啦 Hello 大家好 我是乐飞玲 我跟你讲 星期间最头痛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烦着去吃些什么东西 那我现在呢 就人在Kotakamonin这个地方 因为我听说这边有一个肉骨茶很特别 是泰式肉骨茶哦 这样要找东西吃 但是要找特别的东西来吃的嘛 所以现在呢 我就来这边寻宝啦 那这个泰式肉骨茶到底在哪里呢 就是在我身后这间的星山茶餐寺里面 走吧 再带你们去找好料吃 就这间铃铛肉骨茶啦 蛤? 那后来我就有问老板 为什么会叫铃铛叻 因为在福建话的铃铛就是你老爸的意思 哈哈哈 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老板姓林 那他的侄女呢 每次喊他阿伯阿伯这样子 所以他就突然有了灵感 把自己的汤口叫做铃铛肉骨茶 是不是很可爱咧 一来就看到眼前这一大锅滚烫的肉骨茶 老板当然也有卖传统的肉骨茶啦 现场的药材和肉味真的好香啊 看了的人不就流口水了啦 刚好老板正在准备泰式肉骨茶的材料 看到的有羊角豆 辣椒 香茅和酸干叶等等 当然也少不了想喷喷的猪肉啦 突然觉得看着老板准备食材 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好嘞 老板就开始烹煮泰式肉骨茶啦 先把蒜米 辣椒 酸干叶等放入瓦包内 然后再把切好的猪肉也倒进去 加入特色的酱子 以及黑酱油等等 接着把它搅拌均匀 就可以准备上座啦 现场真的闻到好香 看着眼前火辣辣的美食 我的肚子都已经在敲锣打鼓了 终于可以吃了 吃起来有中央麦的肉骨茶 很特别嘞 虽然说有点重口味 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啦 鸡肉和鱼肉的配搭 感觉很新鲜 口味相对来讲 比较清淡一点咯 但是这个咧 一定要趁热吃才好吃 然后这次配起来的 泰式肉骨茶差不多 差别就在于有用鱿鱼和辣椒感 吃起来也不像泰式酱辣 比较适合喜欢传统肉骨茶的人啊 最后这一道就更有惊喜了 用的是新鲜的石斑鱼 类似泰式肉骨茶的煮法 辣辣的 吃起来真的很开胃 不小心就可以干完一整晚饭了 我吃到好饱啊 今天我一共吃了四种肉骨茶 那其中最特别的呢 就是那个泰式肉骨茶 吃起来是有东样的味道的 算是很新鲜啊 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泰式瓦包鱼头也很不错 所以我说要去吃肉骨茶呢 不一定要去把绳 来Coda Community 这边也是可以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啦 想知道更多好玩的东西 欢迎登陆我的Vlog www.lovefilling.com 我们下次见